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美最贵 或者说全拉斯加维加斯最贵的一家自助餐 没错 今天要吃的自助餐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 位于凯撒王宫之内的 大家不要被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所腐化 跟我一起唱 拒绝黄拒绝赌 拒绝黄赌毒 然后到了这家自助餐的门口 被看见很多人在排队 现在是中午的时间12点 已经非常多人在排队了 需要补充一点的呢 就是说这家自助餐 其实晚餐会更加 fancy一点 会有什么无限量的河牛 无限量的帝王蟹等等 但是中餐呢 可能会稍微简陋一点点 所以我也很好奇 这个65刀的自助午餐 它稍微简陋一点点 会简陋成什么样 又好吃成什么样呢 这个吧台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首先抵达的呢 就是深深区 我有一些奇怪吃东西的方法 比如说三文鱼蘸果酱 先多吃一点海鲜吧 再来一块超大的牛肋 谢谢 哇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哇 居然还有小龙虾 当然里面为什么放着玉米 有点奇怪哦 我觉得这家自助餐最大的特点 可能就是各国各地的美食都有 就是种类非常的丰富 这边呢 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食物 感觉是 taco类的 然后这里有 这是脆皮五花肉吗 看起来很香 这里还有烤鸡 我不知道大家 反正对我来说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特别不能 说起来可能大家不信 但是我的胃口真的不大 不然我也不会总这一天只吃一顿了 所以我是那种一次吃很多的人 但是呢 每次来到自助餐 我爸妈都会吐疼 我说我根本吃不回本 这边呢 有很多的亚洲食物 比如说苏西 但是这种便宜的咱不能吃啊 不能吃 吃了就撑了 然后就 书卖是不是是烧卖的意思 然后我看到这个女孩拿了包子 这里还有春卷的麻酒 我的妈呀 果然在中餐面前我就走不动报了 那是烧鸭吗 叉烧是不是 炒饭 真的很喜欢吃麻酒 这是什么东西 叉烧包吗 这个好像是韭菜奖 没办法 确实是中国味 就想把这些全部都拿进盘子 一个一个的拿 然后我多拿一点 我喜欢吃的苏西 日本菜非常非常受欢迎 这里还有一些菲律宾菜 哇 感觉就非常非常的辣呀 这里还有一些沙拉 沙拉我暂时就不吃了 然后这里是一些 smoothies 刚好有旁边我给人弄倒了一杯 火龙果的 来一个糖的 不香瓜的 来一个 我很累的 我要举着这样拍个封面 沙拉米 腊肉之类的 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芝士 这边呢就是甜品 因为我身后就是中餐区 可以看见来中餐区拿饭的人 络绎不绝 然后我现在桌子上 有这些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吃得完 我先吃个马拉雅球 尝尝这个怎么样 这里面居然是豆沙馅的 绝了 这就是我最想念的中细食堂的味道 好吃 我要吃一些淋乳的东西 三文鱼蘸果酱 请小伙伴看这个视频 小伙伴告诉我 你们有没有吃过三文鱼蘸果酱 我真的超爱这样吃 三文鱼还是有点腥味的 果酱的甜刚好中和了它的腥 我觉得目前我吃的东西 可能价值也就十几美刀吧 完全吃不回本啊 我就我在瞎吃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吃的东西 都还是就是那种挺撑的 就像什么这种一小碗的这种寿司米 然后又加上各种就是叉烧包 这种就是什么点心 就是那种吃了很快就会饱了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来吃buffet 来吃个牛肉吧 吃点就是 吃点就是感觉还不错的菜 不能老是吃什么点心 因为我每次出门吃饭 我真的很喜欢去吃早茶 然后就会经常吃点心 切不开 好难切 实在是切不开我就啃了 绝了 好尴尬啊大家 我这吃丢了 还有我今天没穿白衣服 我穿白衣服给我记了 这家自助餐厅的牛就是河牛和安格斯牛的混血 很奇怪的说法 说是混血 但是呢也算是河牛的一种吧 反正是免费吃的无限河牛不管了 然后一点钟的时候呢 餐厅重新上了一波帝王蟹的蟹腿 这才是所有人的期待吧 你们看这队伍 排帝王蟹蟹腿的时候呢 我又要了几片这个河牛 我在努力的吃回本 Thank you 我觉得反正我也吃不了太多嘛 我看见有的人他就直接拿着三四个盘子抱着去拿帝王蟹 然后呢吃帝王蟹蟹腿要蘸黄油吃 终于就是排了长队拿到一盘的这个帝王蟹腿 这个一个蟹腿在外面的卖价可能也有没有石刀 所以呢我觉得我吃这一盘子可能就就刚好就回本了 然后现在我给大家进行一下蟹腿吃播 我觉得吃这个还挺麻烦的 还得蘸黄油吃 蟹肉 不知道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多不多 我还是挺喜欢吃海鲜的 但是我觉得吃海鲜就是有点麻烦嘛 我辛辛苦苦掰了很久的就是这个螃蟹的壳终于弄了这么一点点蟹肉 好了我现在开始吃了 蟹肉还是非常好吃非常香的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糖吃了 就光吃这个肉已经能回本了 好三十五十美刀OK了满足满足 不得不说我在美国吃到的中餐真的比英国伦敦的要好很多 不知道我英国什么时候我能快乐家比较无获自助 而且英国中餐真的好贵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我也没有吃太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自助这种东西吧 就是想着每次进来都想着能吃很多 但其实总有都吃不了太多 然后这边这个吧台现在就是一个甜点区 冰淇淋 最后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拉斋一家 所以我觉得这家自助餐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因为这家自助餐算是这里最著名的一家了 不管是菜品的种类还是整体的环境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就是说它的预约制度有点麻烦 然后呢可能需要排一个非常长的队友 然后至于能不能吃的回本的话 就看你个人的修行了 所以大家觉得我吃回本了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